高华老师 当年您演这个虎妞的时候 您有想过 这个角色其实对您会很重要吗 演之前有这感觉吗 还是那时候就傻乎乎的就去演了呀 不傻乎乎 那时候我就读过一些 像成文成本的 就是这个赵氏孤儿啊 骆驼祥子仁义的这个小册子 我都读过 但是呢似懂非懂 归心思剑呢来到北京是79年来的 归心思剑完了以后 他们有什么十部 什么优秀 什么电影在牛街 他们开会 这时候呢 就是我们内蒙的又叫 这个导演呢 也是我们齿丰人啊 家乡人啊 他呢就介绍 说是 把我介绍给林子峰导演 其实我呢不属于导演 我去那干嘛去 他就想带我呢 就见见林子峰导演 他们俩之间是好朋友 然后呢林导演 他说 这丫头不错啊 不错不错不错 这这这 归心思剑演得好 好 好 就 来来来坐坐吧 坐坐吧 年虎妞 嗯 想过吗 我跟你说 嗯 你待会懵了吧 懵了 我说没有 没有导演 我说没有 怎么可能呢 我那个归心思剑 是一个刀子嘴 豆腐心的 一个山村的一个女人 完全不同的 对不上的 那怎么可能就是 所以我到现在 我都觉得 那是一个 一个谜 嗯 怎么会去看上我呢 我说导演 我都哆嗦了 我都腿都抖了 我说 后来我就紧接着 就到新疆派戏嘛 林子峰导演 话说就没完没了地追踪 嗯 那时候哪有手机啊 对 BB机也没有啊 嗯 都是属于长途电话 什么 打的一个招待所 就说 叫我 接电话 我一接电话 我都打出 我都 我说别这么想了 导演 真的 我不配 我说 我都 都看不懂 我说 看不懂 哈哈 就说 非你了 就是你了 林子峰导演啊 我真的是害怕 我都吓破胆了 就可以说 结果 到了北京 回北京的时候 说 来一趟 来吧 就 到了北影 那个院 迈进那大院的时候 又在发抖 又在发 真的是有很多 那个老演员 怎么看我 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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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脚 意思是说 这哪来的 这行吗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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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意思 就是您拍了 多长时间 觉得自己 进入状态了 我且不呢 后来就是 买那个杏杆的时候 买点什么 我就说 那什么 那 那 买点那杏杆吧 嗯 买点 那感觉 这我 找找感觉了 找找那点感觉 吓死我